杨硕回应教育争议 在妻子微博下道歉 表示搓衣板在路上 近日杨硕就此前的教育争议首度回应 因许多网友在其妻子下评论此事 杨硕对此回复 你们的批评教育我会接受 但能不能屈尊挪挪布 别给他添堵了 并表示搓衣板已经在路上了 此前杨硕因在节目中对儿子十分严厉 引来网友们热议 在新一季爸爸去哪儿中 杨硕对儿子的教育 与其他明星父子形成鲜明对比 在陈小春和妻子应彩儿的教育下 简直就是一个小话牢 跟前几季留夜的儿子诺依有的一拼 反观杨硕的儿子 跟父亲说话都唯唯诺诺 全程小心翼翼的状态十分可怜 许多网友看到表示 想冲进屏幕将杨硕打一顿 在节目开始时 因儿子下车走错方向 杨硕便令其重走一遍 走得慢了也要被杨硕吼快点 在对此旁边被抱着的包贝尔的女儿包可爱 小小的杨宇晨实在显得太无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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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